為什麼萬聖姊會有南瓜 鬼王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相傳呢 歐洲人有一個人叫傑克 他設下了一個陷阱 把我們其中一個大魔頭困住了 這個大魔頭為人想要脫困呢 就跟傑克說 魔鬼以後不會誘惑你 就是你可以為所欲我 你死後也不會下地獄 傑克就拿翹了 開始在人間就做一些惡作劇 等他真的死掉了之後 天堂的人也不收他了 這下好笑了 地獄你也沒辦法走 到這個時候呢 這惡鬼又來了 他看他可憐啊 就給他一個什麼 南瓜燈籠 讓他可以在人間跟鬼界 自由地來回 代表說給他一個龍身之處 那另外一個呢 是說把他的頭 變成像南瓜的造型 讓他生不如死那種感覺 大家是相信哪一個 我是不知道會不會這次撿進去啊 就是大家 不會 不會 XX 其實跟這個我要幫自己澄清 這個故事真的這麼無聊 那我再講一個南瓜故事 南瓜燈籠為什麼做出笑臉 為什麼要變成笑臉 不知道 變殺手壓 沒有因為他要嚇跑鬼 那到底嚇不嚇得跑 我也覺得很好笑 南瓜柯笑很恐怖嗎 哪有我恐怖 哈哈哈哈